那么下面我们会讲到 怜悯还是不爱 以及爱 是不是能够实现 或者如何去践行爱 这是个很大的难题 我们知道基督教主要讲怜悯 中国的儒家讲侧隐之心 并认为侧隐之心人皆有之 那么近代了有 从法国大明就提出 自由平等不爱 不爱了我觉得 就像自由平等 他也表达了一个人 人们希望一种 全体全人类的一种父爱 不伦国家 阶级 出生 学统 阶层 教育程度 一种广播的爱 他的用意是非常好的 但是 其实在法国大革命后来的发展中 你会发现他 有变化 变异 当时甚至有人提出 博爱或者死亡 这样的口号就提出来 并且试检过了 他隐含的意思就是 你要成为我的兄弟 成为我的同志 否则 你就必须去死 你必须爱我 支持我 以便我爱你 使你配得上我最高尚 最热烈 最广播的爱 否则你就必须被视为敌人 异类 你就必须去死 所以你看他 提出这个口号 没几年 就走向一种恐怖主义 断头台 所以这个托斯多夫斯基 在他去欧洲旅行之后 他写过一个长篇的一个随记 就冬天记的 冬天你记的夏天印象 他热爱欧洲 他曾经讲欧洲其实也是我的故乡 或至少第二故乡 甚至我们比欧洲人更爱欧洲 但是他也分析了不爱和一种自爱 就启蒙范畴中那种强调功利 原则的原则的不相容 和一种把人分成 绝对不可妥协的两大云内 你死我活的斗争 原则不相容 他认为从这样的原则里 绝对产生不了真正的不爱 认为欧洲的个人只是要求权力 尤其是分享 平分均分物质财富的权力 而这是产生不出不爱的 因为不爱不是之根于理算计的理性 而是要之根于感情和天性 还有一位德国的思想家叫舍乐 这个有修训的可以读读他的书 他对这个不爱了他有过一个分析 就是如果是仅仅强调福利的评论 他后面他说不是不爱 实际上是一种妒忌 你只是强调肉身的幸福 看中的是感官的福利的幸福 他有本书叫《爱的秩序》 曾经阐述过这一点 所以他将近代的不爱主义 和基督教爱的理念 进行过一些比较 认为近代的不爱观念和运动 至少有一部分是源于怨恨和妒忌 怜悯和不爱的这个辩析 我们在这里不多说了 好 好 感谢观看